您好,欢迎来到美极小厨 今天我们来做法棍 虽然是一款很基础的面包 但是要在家里做出面包房那样的口感和外观 却不是那么容易 有人说你得有做一千根法棍的经验 才能做到十拉九稳 千里之行史以足下 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开始这一千根法棍的长征吧 先来和面,非常简单的食材 500克中筋面粉中 加入9克的盐 2克干酵母 我通常喜欢加一小勺迷迭香增加口味 稍作搅拌 然后加入350毫克室温的水 我这里没有用波兰种 因为面团将在冰箱里发酵24小时 我就省了波兰种这一步 面团的含水量是70% 是一个比较软的面团 我还是用折叠法 让时间来形成面筋 搅拌到没有干粉就可以了 然后盖上 让面团松弛30分钟到一个小时 再来做折叠 具体怎么做折叠的可以参看我那一集做阿尔吉利亚面包的视频 链接就在屏幕下方 这是第一次折叠 然后让面团松弛30分钟 这个面团很容易就揉到位了 菜一次折叠也差不多出膜了 你可以这样就发酵 我又做了一次折叠 发酵的话 先在室温下让面团发至差不多原来的1.5倍大 然后放入冰箱过夜 第二天从冰箱里取出来 先回一下温 撒上干粉 取出面团 看看这表面的大泡泡 你就知道这面揉发的有多好 把面团分割成四等份 每一个滚圆 这里不用太在意滚圆的手法 滚圆就行 撒上干粉防粘 盖上 然后让面团松弛15-20分钟 再做最后的整形 取出一个小面团 翻过来 撒上干粉 不要太多 不然的话搓的时候 面团会跟着你跑 轻轻拍扁 然后拉伸成一个长方形 把长的一边慢慢折叠起来 最后把底边捏一下 搓成适合您烤盘的长度 底边朝下放在烘焙纸上 您要是像我一样没有专门烤法棍的布 就用烘焙纸这样中间折一下 撒上干粉防粘 然后盖上 最后醒发大概45-50分钟左右 趁这个时候来准备和预热烤箱 要烤出专业面包房那样表皮酥脆的法棍 需要有恒定的高温 并且烤之前半段要加入蒸汽 让面包表面不至于因为高温而快速截皮 继续膨胀 可以在烤箱底部放一个烤盘 烤的时候注入开水制造蒸汽 至于恒定的温度 我采用增加烤箱内的热容量 在烤盘里放了很多石子 烤家下面又放了铸铁的披萨烤盘 旁边还放了铸铁锅 这样来减少种种因素造成烤箱内温度的变化 再有就是每一次烤两根 别都放进去 也有视频预热的温度高于烤制的温度 我的理解是这样可以用来平衡 一开始种种因素造成的温度降低 烤制的温度 网上的视频从430-550华氏度不等 我觉得各家的烤箱温度有差别 还有和你烤箱内部的热容量有关系 具体最好自己摸索 我试过从485度到550华氏度 最近烤得比较好的一次 温度是485华氏度 20分钟左右 后半截烤盘里的水已经烤干了 也就不用把烤盘撤出来 进烤箱之前要在面包上割几道 俗称割包 我一直割不好 一直到我看到Bread Lab的视频 链接就在屏幕下方 首先割包的工具要锋利 你有lame的话最好 没有的话可以用锋利的小刀片 或者锋利的小剪刀也行 还有两个关键点 一是割的时候要小角度 二是前后两道之间要有三分之一的重叠 割包后立即送入烤箱烘烤 485华氏度 这个皮烤得有多脆 刚出炉的法棍配上黄油 就像以前雀巢广告里说的 味道好极了 我还会试试再低一点的温度烤制 看看会不会效果更好 您有什么问题 或者好的经验建议 欢迎在留言区留言 好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